我們先講一下眼睛健康和生活習慣的問題 在直播室請來的嘉賓就是譚志勇教授 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主任 也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的總監 譚教授你好 Hello Phil Vivian 你們好 好了教授 剛才問的問題 我一生流流腸 去到五、六十歲七、八十歲才出事 和我以往的生活習慣有沒有關係呢 然後反過來想 我是不是從小時候有一個很良好的生活習慣 去到大後我就保證沒事 首先沒有什麼可以說保證 不過我剛才在你的引指上 其實你提了兩點 可以讓我回一回應 首先有某一些眼疾 真的會跟小時候開始的生活習慣有關 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小時候的生活習慣不好 引致近視 尤其是心的近視 長遠來說 到了年紀大了的時候 其實很多眼疾的機會都增加了 其中包括白內障 一些視眩膜 退化、穿孔、甚至鬆脫 以至青光眼的危險性都會增加了 所以這些真的由小時候的生活習慣 已經有影響了 剛才你又提到遺傳基因 究竟遺傳基因和生活習慣 大家的比例 重要性的比例又如何比較呢? 其實真的有些科學實證做過一些研究 這個就不僅是說眼睛健康 是說人的整體健康和壽命 就發覺其實這個生活習慣的影響力 是佔了四成的 遺傳基因是佔了三成的 換句話說 你的生活習慣 對你的整體的身體健康 以至到壽命、長壽等等 影響是比遺傳基因更加大 是的 這兩種加起來是七成 剩下的三成是甚麼呢? 是的 就是一些日常周邊的環境 譬如說污染 或者說到一些衛生 醫療方面的設備 或者說到一些 譬如說社會上的環境因素 那些加起來才佔了三成 所以其實自己個人自身的生活習慣 影響是最大的 是 這也是一個很哲學的課題 我們有時候說 中國人是說定數的 其實那條數就沒有定 定了三成 即是你出生的沒辦法 自己有些可以控制的就是四成 環境因素其實多多少少 都可以集體地改變 你自己未必可以改變 但是集體可以改變 但是個人的生活習慣 那是四成 那就是要著力去處理 從而達至一個健康的人生 是的 絕對是 如果你剛才說到健康的生活習慣 我覺得飲食 剛才說到也是很重要 那飲食方面有些甚麼是直接 可能跟眼睛健康有關的呢 這也是另一個 我覺得很迷惘的問題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都吃很多東西 曉雯儀 昨天前日你吃過甚麼 你都不記得了 我記得我吃過雞肉 吃過蔬菜 還有我也有吃一些水果 水果有時候你吃那麼多種 除了選時令之外 還會選擇 對呀 耳形補形 我想眼睛更漂亮 是否吃龍眼呢 吃藍莓呢 是這樣的 是否這些對眼睛有幫助呢 教授 我先說了一個大前提 待會我們再細細細進去看看 有甚麼食物對眼睛好和不好 好 我想說一個大前提 其實我不是很鼓勵大家 就著身體每一樣的器官去想吃甚麼 就是我不是很鼓勵大家 眼睛就要吃ABCDE 耳就要吃EFG 然後鼻又要吃甚麼 我不太鼓勵大家這樣做 其實你想回真的眼球的構造 裡面固然有些神經組織 而更加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 就是血液循環系統 這些組織其實跟身體很多其他的地方 很多其他的器官都是共用的 所以我自己反而比較傾向的想法是 其實一些健康的飲食或生活習慣 對你整體的身體健康是有好處的時候 自然對眼睛就會有好處 而其中你說到飲食和生活習慣當中 尤其是那些對血液循環系統是有好處 有幫助、有比憶的習慣 其實對眼睛是一定有好處的 但我們事實經常都聽到 真的經常都聽到 有這種食物、那種食物 對眼睛是有幫助的 我們平時聽得多的 對眼睛有幫助 紅蘿蔔 胡蘿蔔素 維生素A 然後可以幫助夜晚症 然後還有就是 發青素 然後還有杞子 杞子對眼睛好 藍莓素也是對眼睛好 諸如此類 其實我們聽了很多的教授 這些說法大部分都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剛才說的那幾件事 它本身裡面有很多抗氧化劑、維他命 以至抗物質 或者我倒過來說 你缺乏這些物質的時候 不單止對眼睛 對你整體的身體健康 很多方面都會有很多影響 不過我又要說 其實現在我們在香港 今時今日的生活水平 以及我們日常絕大部分人的生活習慣 又極少會真的欠缺了這些個別的 譬如說維他命或者抗物質 其實很少很少會真的缺少 所以變成我們又未必一定有需要 特別去吃某一件事去補眼 但是如果你說說對眼睛有益 另外你提到藍莓 我又可以提一提 其實有不少這些說法 都是跟一些商業考慮有關的 是 例如藍莓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為何大家今時今日 將藍莓和眼睛健康 畫上這麼大的關聯性 其實原因是因為當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一些藍莓的生產商 以及一些農商 他們就做了一個很大的Campaign 一個很大的宣傳計劃 宣傳計劃裡面就說到 說在英國的皇家空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時候 每次晚上出擊的時候 臨起飛之前都會吃藍莓 是 當時人們就想 那當然是吃藍莓的時候 視力會好一點 在晚上的時候 對眼睛看東西會清一點 會鎮定一點 更加幫助他們的飛行 即是民族率就高一點 如果要進行襲擊 是的 所以這個想法就深入了民心 雖然沒多久之後 英國皇家空軍就出來否認了這件事 從而可以讓大家知道 當然有很多其他各樣利益的考慮 所以就會出了很多這樣的說法 當然我不是說藍莓沒有益的 其實藍莓裡面有很多非常好的營養素 對眼睛有益 對整體的身體有益 對心血管有益 對腦的發展也有益 但不過我們又要另一點 我想提出的 就是某些食物有益 以及食物提煉出來的 我們所謂的補充劑 也未必有直接相連的關係 是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譬如我無緣無故吃一排的藍莓 好像太多了 或者我好像很難吃到 每天吃一排的 但我吃那些一粒粒 已經提煉了出來的 吃那些補充劑 這個其實是否因為它提煉出來 究竟那個過程有沒有受污染 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會有很多因素 令到事情未必是我們想的 是的 Vivian,你絕對說得對 第一 當你把一些自然的食物 我解決你當作濃縮了 濃縮了一千倍 你裡面所有的雜質 污染物 甚至一些重金屬 都有機會濃縮了一千倍 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就是 有時候我們提煉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譬如假設 我當我藍莓裡面 我心目中有某幾樣的化學物質 是特別有益的 我提煉了那些出來 但會不會有其他 其實一定要同時存在 才能夠發揮效益的東西 而我沒有提煉出來呢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中一個例子 可以說是奧米加3 是奧米加3 那些脂肪 這件事我們就發覺 很多的研究顯示 譬如說吃很多含奧米加3 魚類比較多的人士 這也是關聯性研究 我首先要強調 他們發覺他們的身體健康比較好 而且眼睛比較少 眼乾等等 當真的有些研究 用到奧米加3的補充劑 即是補充劑的時候 就發現不到這個效果 我想到了 會不會就是 其實奧米加3 它本身你吃的時候 譬如我們吃一條魚 大家就以為只是奧米加3會幫到手 但其實因為我們吃的時候 是吃一條魚 可能會不會是魚皮 各樣 那從你提煉的奧米加3 整件事又不同了 是的 我絕對同意 其實我們對很多這些食物 食療等等 未曾有很充足的了解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你吃那種食物中 某一件事對你有益 但其實 可能未必是那件事 也有時候可能要同時 跟另外一件事一起吃到肚子 才有那個益處 而當你做過那些加工 提煉的補充劑之後 往往可能就未必這麼完整 那又是關聯性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見到很多 即你說廣告 但它都會寫著一個很權威的機構 一起做的一個研究 那個研究得出一個結論 那個結論就說 譬如某一些食物 或者某一些補充劑 就是那些補充劑 是對某一個器官是有用的 眼睛其實也看不少 肝也看很多 是的 其實我們首先要清楚地說清楚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一般的科學研究開懷有兩大類 一種我們叫做關聯性的研究 即我們英文叫做association studies 另一種就真的叫做隨機對照 隨機對照的研究 即叫做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兩者的分別就在於關聯性的研究 即是能夠讓我們知道兩者之間的關係 有關聯 但就不能夠確認一個因果關係 如果我們要確認因果關係 就一定要用一個隨機對照的研究 其實這兩種研究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關聯性的研究 通常他可能會找一大班人 那他在大班人當中 他看看當中 譬如假設有些是有吃A的補充劑 有些沒有吃A的補充劑 然後同時比較一下這兩組裡面 某一些疾病多還是少 這樣就為之關聯性的研究 這樣做其實當然有很多問題 譬如有吃A的補充劑的人士 可能他們對身體健康特別關注 同時也有吃很多其他特別的補充劑 或者其他營養的食物 甚至可能做多些運動 這是一個因素 可以引致到關聯性研究 出現了一些錯誤的結論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或者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經常都說 譬如你說在交通意外的現場 你經常都看到警車 是不是要代表警車引致到交通意外呢 不是的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只是兩者有關聯性 當有交通意外的時候 就很大機會出現一輛警車 但就不代表警車是因 而交通意外是果 如果我們真的要確認這個因果關係 我們其實就要做這個隨機對照的研究 換句話說是怎樣呢 譬如說假設我有一大群人 我們就將它隨機分成兩組 在隨機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要確保這兩組的人 各樣各樣的因素都是很相近的 然後到時這兩組一早接受一個治療 或者接受一個食療 另一組不接受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 再去比對兩組的效果 這樣才能夠比較清晰看到一個因果關係 不過在食物和生活習慣 其實是很難做這一類的研究 原因就是 你很難逼一群人不停地吃某一種食物 吃很多年 然後再給你做研究 而另一群人要確保他不好吃 所以變成這一類型的研究 在食物和食療方面 其實是比較難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知道了關聯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特別的意義呢 又以藍莓和眼睛為例 有沒有意義呢 我是不是都是若果 我不是期望有一個因果關係 而是好像吃得挺好的 這樣又行不行 即是沒有什麼壞 可以 我同意的 基本上關聯性研究 就會令到我們相信 或者令到我們相當懷疑 食物是有這樣的好處 當然我們未必能夠直接確認一個因果關係 但其實大部份天然的食物 我們所謂沒有加工過的食物 包括藍莓在內 其實對身體健康都有相當的比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只要能夠我們確認這件事不是有害的話 我覺得大家反而應該要吃多些不同種類的食物 尤其是在一些天然的食物 沒有加工過的食物 對 例如剛才教授所說的 藍莓 我都說每天吃藍莓 口都寡 就算它多好也好 而且其實應該要多元化一點 沒錯 如果大家可能想要有花青素 那我不只是吃藍莓 其他一些可能叫深綠色 或者藍色紫色的蔬菜裡面 其實都有的 是嗎 是 絕對是 所以我想多吃不同種類的食物 其實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們知道有關聯性和因果的分別在哪裡 譬如說到生活習慣 剛才你提到的 亦都很難去定奪 那我們怎知道什麼才對我們好呢 生活習慣 譬如我舉個例子 有一件我覺得挺重要的 就是做運動 其實做運動 說真的又真的未曾有些研究 是直接去看做運動 跟眼睛健康的關係 但是不過有很多研究 可以看得到做運動 跟一些心血管毛病 例如舉例如心臟病 以至到中風 以及做運動 跟一些腦的疾病 例如說腦退化的研究 是做過的 因為眼睛 我剛才也提到 裡面有神經組織 同時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血液循環系統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如果有某一些東西 你做了是對整體的心血管 健康是有幫助 是到腦退化 是有減慢的作用的話 其實起碼是理論上 對眼睛健康是有幫助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有種種的研究都顯示 你做運動 尤其是帶氧的運動 其實是到心血管 和腦退化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是 正所謂血液循環好 你都不會這麼快老 沈大元 還有什麼是有幫助的 稍後再請教 我們繼續請來 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主任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中心總監 譚志勇教授 譚教授你好 譚教授你好 你好 Dia Ligian 你好 今天說到 眼睛的健康 和飲食或生活習慣 都有很大的關聯 但其實會不會 可能我們都想提醒 聽眾和觀眾朋友 有一些眼疾 可能是被忽視的 如果我們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飲食 生活習慣也會引致 它可能會出現在 我們的生命當中 其實如果我們說回 飲食習慣 和一些日常生活習慣 引致到眼疾 其實可以有幾方面 可以引致到 首先 有一些眼疾 是可以直接 因為生活習慣 影響到 例如最好的例子 就是近視 小朋友 例如他們經常在戶內 沒有太多出室外 又經常看近夜的等等 以及一些不健康的 即是看東西的習慣 引致近視 其實長遠來說 當他去到比較大的年紀的時候 很多眼疾的風險都會增加了 其中包括 譬如說白內障 以致到時末末的穿孔 鬆脫等等 又或者青光眼 其實風險都會增加了 這真的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是因為生活習慣 直接引致一些眼疾 但教授 這裏 即是說近視 有時候我看到 都是說中國人 或是新加坡那些都算是 華人那邊 真的近視是差一點的 這又可能是那三成 就是定數 有一部分是 其實我們都發現了 某一些遺傳基因 是可以增加或近視的風險 另一方面 我想其實我們剛才所說 譬如說新加坡、香港 甚至現在的國內的大城市 為何近視這麼多 其實很大的程度 都是因為 生活環境比較狹窄 譬如假設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室內 而我們的房間又不是很大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 絕大部分的時間 你的眼睛都不在望一些很遠的東西 近視是其中一個例子 除了近視之外 我想亦有一些生活習慣 是可以引致到一些全身性疾病 而這些全身性疾病 轉移又會引致到眼疾 其中一個例子 我想可以說是 譬如說糖尿病 血壓高 譬如說舉例 飲食習慣不好 又或者一些人過度肥胖等等 就可以引致到糖尿病 以及一些血管的毛病 糖尿病最終有機會上眼 其實在香港 我們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人口 是有糖尿病 而這百分之十的人口 又有大概百分之十 是因為糖尿而影響到時力 甚至有部分是失明的 這又變成了生活習慣 而最終令到有眼疾 以及令到失明的例子 提到生活習慣和眼睛的健康 我立即又要舉手問教授 現在的年輕人 不一定是年輕人 我不應該這樣缺乎他 可能我們不同年紀的人士 都會有 經常用手機 經常我們拿到很近 在晚上一間房間的時候 就不開燈 免得媽媽說 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想想人類 或者不要只說人類 在動物進化的過程 其實為甚麼要睡覺呢 你想想睡覺 其實如果你純粹從進化的角度看 好像沒有甚麼好處 你每天睡覺的八個小時 你又不是在做一些繁衍的工作 你又不是在找食 沒有生產力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是那段時間 你無法保護自己 即是在大自然當中 但你發覺所有動物都需要睡覺 我們現在還未完全明白 睡覺的作用 但如果你純粹看回這些環境因素 其實睡覺一定對於生存 有一個極大極大的作用 其實現在初步有很多研究顯示 其實睡覺對於腦的健康 和減慢腦退化的 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我們將這個延伸到眼睛健康的話 其實我們眼睛內的視覺神經線 也是中樞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如此推論下去 其實我們都相信 睡覺對眼睛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睡得不夠 因為我之前看到中大也做了一個研究 關於CIMT的頸動脈內膜 發現如果睡得不夠 可能內膜中膜的厚度就會變厚了 其實就會影響血液循環 剛才你也說到血液循環對我們身體 全部都有影響 包括我們的眼睛 是呀絕對是呀 血液循環系統固然可以影響到 如果你說睡覺 其實還有另一個情況 是可以比較直接影響到眼睛的 就是這個我們所謂叫睡眠窒息症 是 睡眠窒息症的所謂的意義 就是在於他睡覺的時候 其實是睡得很輕 就是睡得不熟睡 淺層睡眠 很淺層的睡眠 而他睡覺的過程 不斷會醒醒醒醒醒 通常這些患者 他日後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累 日後會覺得很晚睡 很容易就會睡著 亦都比較典型 這些患者很多時候身體會比較肥胖 很多時候我們形容他的頸 可能比較粗 頸會比較短 如果有睡眠窒息症 其實一些研究都顯示 他對於眼的血液循環系統 尤其是眼的供養量 是會變差的 其實睡眠窒息症 因此就會增加了患青光眼 以及加速了青光眼惡化的機會 也有些研究顯示 有些所謂我們叫做低眼壓的青光眼 青光眼有些是低眼壓 有些是高眼壓 高眼壓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清晰 知道是因為眼壓引致青光眼 但低眼壓的青光眼患者 就發覺他們比較多 患有些心血管的毛病 以及比較多患有睡眠窒息症 但有些問題 就是小時候已經做了 譬如近視才算 我們大了 不再近視 就是穩定下來 但心近視與否 對不起 已經定奪了 那麼這一刻 我們還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到呢 教授 好 我又趁這個機會呈一澄清 有些人有個誤解 我會不會去做一個勒食 或者我去做一個直入人工晶體等等的手術 我做完之後我就沒有了近視 我不用再戴一副後眼鏡了 不過其實你即使改變了的度數 對於近視所造成的眼直的風險 是沒有減低的 例如假設那個人本身有1000度近視 如果他做完激光矯視的話 減到沒有近視 但是他剩下來的餘生 眼所患一些深近視 引致病發症的風險 並沒有減低 是 即是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我覺得又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通常譬如一些真是很深近視的人士 我們會建議他真是很值得定期做一些眼科的檢查 其實我們主要是幫他檢查一下 看看他比如說視網膜會不會有推化 穿孔 甚至一些早期鬆脫的跡象 另外我們也幫他檢視一下 會不會有青光眼的危險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如果你剛才所說的病發症發覺得早 其實絕大部份都可以處理得到 而是不會引致到失明 不過現在很好的 小孩子那些 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到小孩子的近視加深 就減慢一些 又或者甚至沒有了 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 是的 沒錯 其實如果說小孩子減慢他們近視加深 其實都有一個挺有效的方法 就是現在有一種叫阿托品的藥水 阿托品的藥水 其實它就會鬆弛了眼睛裡面一些對焦的肌肉 它其實出現了一個臨床的效果 就可以減慢近視加深 其實我們現在中大有很多研究進行 就是希望找出一個最合適的劑量 這個阿托品的藥水 它當然也有些副作用 因為如果你滴了阿托品藥水 尤其是比較高的劑量之後 有時候眼睛不懂得對焦 就是小孩子好像老人精 發覺它是老花的 除了這樣之外 也可以在湖外的情況 可能它比較怕光 因為有時候它的瞳孔會大了一點 我們現在慢慢逐漸做很多研究 就發覺 如果我們用一些很低的濃度 阿托品藥水 我們就希望將這些副作用減到最低 而同時可以達到減慢近視惡化的效果 現在是否還在用0.05呢 其實0.05固然有用 0.01我們也在嘗試 固然你的濃度越高的話 你的減慢近視效果就越強 不過副作用就越多 就越大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要就著不同的小朋友 慢慢調教 調教到它能夠接受得到 因為始終這些藥水真的要用 是比較長時間地用的 我們要調教到一個濃度 對它有效之餘 它又要接受得到副作用 因為這種藥水天天要滴 其實都跟生活習慣都很類似 我想問就是 現在我一路 假設一路滴 一路滴 滴到我18歲 20歲 30歲 我不知道要滴到多久 如果滴完之後 是否到我長大了 眼睛那個眼球增長的情況 就是都不會長 那我就可以停了 停了之後 我們那個近視的問題 會不會又再出現呢 通常絕大部分人 近視加深得最快 就是發育期的時候 所以絕大部分這些藥水 我們又不需要滴到20歲 30歲 通常我們過了發育期的一段時間 視乎它當時那個近視 有沒有再加深 穩不穩定 有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嘗試去減弱 我們的目標 就一定不是說它一輩子都滴住 有一個延伸的問題 就是剛才說到 如果已經是成年了 它有這個深近視 就算做了蕾蜜 它患有其他眼睛的問題 風險依然存在 沒有因為它減了近視而沒有了 但是剛才說到 如果在小朋友的階段 它已經矯正了 它沒有深近視 那件事又是怎樣呢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始終阿托品的藥水 其實不是用了很長的時間 但是以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各樣的跡象顯示 我們估計這群沒有近視 因為用了阿托品藥水而沒有近視的小朋友 理論上他們將來患一些近視 引致病發症的機會率 應該是不會高過其他人的 不過當然這些藥水 我想用了 你說比較香港用得多一些 都是這幾年的事 我們一定是用得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將來再基於一些科學的實證 我們才可以有最終的結論 明白 說到我們說飲食 我也很想問一下 有些人就說 某些地方的飲食習慣 是令到人的眼睛比較明顯 沒有那麼多一些眼睛的問題 例如地中海式的飲食餐單 這個又是怎樣呢教授 好 這個又是很有趣的問題 首先我解釋 甚麼為地中海的飲食餐單 其實它的意思是說 地中海沿岸 尤其是地中海北岸 例如希臘、意大利 甚至西班牙一帶 那些人的飲食習慣 這個我們有時簡稱為地中海餐單 所謂地中海餐單 其實裏面有很多蔬菜 綠葉的蔬菜 很多堅果、Nuts 很多種子 通常他們吃得少一些紅肉 而比較多吃白肉 尤其是魚 而他們的餐單裏面 亦都很多使用 很多橄欖油的olive oil 這個就是地中海餐單 我們可以說 比較做得多研究的餐單當中 發覺地中海餐單 引致到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甚至眼中的老年王般病變 的機會率是會低了的 不過我們又不要以為地中海餐單 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餐單 因為剛才你說的是有研究的餐單 你有留意到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為甚麼特別這樣看呢 就是如果你看回世界上 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人士 其實香港人的壽命是最長的 但是只不過香港人 我們的餐單 就沒有在世界醫學文獻 那裡做過一些廣泛的研究 但是我們看回香港的事實 香港人無論是男也好 女也好 平均壽命是最長的 所以會不會本身過去一段日子 香港人所在吃東西 其實是更加健康呢 我想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我們又可以反過來問 地中海一帶的人 是否真的眼病少一些 心血管疾病少一些 我想以前曾經有些研究顯示是這樣 但今時今日其實已經 我想因為飲食習慣太多元化 你今時今日 就算去到意大利也好 去到希臘也好 我想你很難找到一個人 只是在吃地中海餐單 而同時你在很多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 包括香港在內 其實很多人都在吃類似的餐單 所以我想你今時今日 就比較難說到這句話 好了 我們現在知道關聯性的問題 教授 很簡單 30秒的總結 我們日常生活要怎樣做 才有一個健康的眼睛 好 我想我們的目標 就不僅是健康的眼睛 同時也有健康的身體 我想飲食那方面要注意 主要是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不要吃那麼多加工的食物 避免高升糖指數的食物 另一方面做運動 運動 尤其是大洋運動 是非常有益的 最後一樣 睡眠一定要充足 對 香港人有時說很難做到 因為經常都不夠睡 但是要安排一下 是的 所以你也別說 雖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不過做到真的很難 大家加油 今天多謝譚志勇教授 多謝譚教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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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 謝謝 我們來看 謝謝大家 這個問題 ��면 希望 放的時候 不然 你 以前 我 會 要 你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